欢迎来到中年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希望大家看我们的视频开心 胡歌主演的繁花有望9月份播出 胡歌繁花这也太期待了吧 看预告片都看了好几遍 真的好期待这部剧呀 好久没看到我们胡歌了呀 作为中国演艺圈的一位颇受欢迎的男演员 胡歌一直以来都备受粉丝的关注 最近他主演的电视剧繁花即将上映 预告片一经发布就引起了众多网友的期待和关注 繁花是一部由陈凯歌指导 胡歌、张静怡、吕梁梁伟等主演的古装爱情剧 该剧讲述了一个关于公平权利、爱情和人性的故事 胡歌在剧中饰演一个有情有义的男主角 与女主角之间的情感纠葛也颇受关注 从预告片中可以看出繁花的制作水平非常高 场景、服装、音效等方面都非常精致 尤其是胡歌的演技和形象 更是让人印象深刻 他在剧中的角色形象非常优秀 既有着风度翩翩的外表 又有着坚定的内心和不屈的意志 这一形象也让许多粉丝为之疯狂 此外 胡歌在繁花中的表现也备受期待 作为一位演技派男演员 胡歌一直以来都以出色的演技和深情的表演著称 他曾经在《仙剑奇侠传》、《狼牙榜》等剧中塑造了多个经典角色 赢得了广大观众的喜爱和赞誉 因此 他在繁花中的表现也备受期待 对于胡歌的粉丝来说 胡歌繁花是一部不能错过的电视剧 他们已经迫不及待地期待着这部剧的上映 希望能够看到胡歌最新的表演和演技 在这个疫情期间 电视剧成为了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而繁花的上映也给人们带来了更多的期待和憧憬 总之 胡歌主演的电视剧《繁花》即将上映 这也让许多粉丝非常期待 他们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看到胡歌的最新表演和演技了 相信这部电视剧的上映会给观众带来更多的惊喜和感动 也会让胡歌在演艺事业中再次取得成功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